大家好,今天这一期接着和大家戳戳胡锡进的谎言 今天的谎言是什么呢?胡锡进谈爱国 咱们看一看胡锡进在爱国的定义上面,他都说了什么假话 那么在谈胡锡进之前,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真的希望大家多在底下评论评论 我特别愿意看大家评论 所以说我也特别欢迎 尤其是台湾朋友啊,或者大陆朋友啊 多评论评论,多沟通沟通,交流交流 坦白的说吧,就以前吧,我做这个自媒体的时候 我这个心理建设那个时候还不行,特别脆弱啊 有的时候就是刚做这个自媒体的时候在国内 就是老有人攻击嘛 后来攻击攻击啊,我一看都是无端的谩骂和指责 但是呢,他这个确实特别影响心情 之后呢,我就开始从自己这个自身加强建设了 是吧,后来呢就可以忽略到他们的一个声音 包括来这个YouTube上边 大家看到我现在和大家聊天 就特别的轻松和愉快啊 无论看到什么样的一个评论 我都会就是,就是特别这个理性的处理一下啊 就特别的,起码自己从那些来讲 不受他们的影响了 这个认为,我认为是我自己在自媒体上获得的一种 怎么说呢,一种 一种锻炼吧,是吧 就是在别人批评你的时候 因为大家通常来讲,你在工作的时候 总有原因吧 人家见你面,不好意思批评你,是吧 在工作当中,该在生活当中 那在这个网络上,那谁也不认识谁 对吧,谁也不认识谁 哎呦,谁,我这个 我这个翘色眼呢 我是真说不明白了 就是东北话,谁也不认识谁 行了,得劲的啊 我这说这普通话 我就感觉什么,一种是吗 或者谁 我就特别不得劲啊 我东北人说话有一个特点 就是可能平教学上面 咬的不是特别的准确啊 那确实这个是我的一个弱项啊 我也希望能够说成这个标准的普通话 但真的 真的只会说东北普通话啊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咬文嚼字的 大家就那个包含一下 那回过头来说啊 那在互联网上 咱们谁也不认识谁,对吧 那直接就评论一下就可以了 能够一针见血的指出我的错误啊 包括互相的交流啊 在一个也不见面是吧 大家都好 都特别好意思再提意见是吧 挺好的 所以说呢 我也挺喜欢这种方式交流的 也让我自己更加的坚强啊 更加的成熟啊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我跟大家聊一聊啊 我为什么这么好奇呢 我就在想 我一直没想明白一个事啊 就是你说为什么胡亦进啊 金灿荣啊 还有这些五毛频道啊 就是无论中国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决策 或者是决定 包括他有弊端 就包括李文亮事儿 这个事情的发生 他们都会磨化 就是美化啊 美化 都会模糊这个事情的一个真相 都会开始这个愚弄大众啊 他就是他这种愚弄的一个词汇 为什么还能被这么多人所接受呢 我这个是我真的不能理解的啊 你凡是就是读点历史的人 或者是说受过教育的人 他通常来讲 他不会被这些 这些扭曲的价值观所吸引的 就这种特别 怎么说呢 特别具有三动性啊 或者是特别红色的这种价值观所吸引 那么我跟大家探讨一下啊 就为什么胡亦进之流 就是这些五毛频道啊 胡亦进 金灿荣啊 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关注他 就是去在底下摇旗呐喊 你说都是故的吗 我感觉也不现实 因为实在是流量太大了 你说在国内啊 你说可以是故的 那你像有的五毛频道 在这个YouTube上边 也大有大有市场啊 对吧 你可以说在国内 你说已经被洗脑了 是吧 国内的这个网站 已经被这个当局控制了 他会有一些假的 一个数据啊 或者是浏览量 对吧 或者是有一些五毛 那你说怎么 到这个YouTube上边 也那么有市场 那么有流量 那么有评论呢 那难道这些 是五毛翻墙过来了 还是怎么样啊 但是 显然我不相信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了 那些很多的一个评论呢 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 在哪里的 而且如果假如你要提出了 不同的声音 也是会有人来抨击你啊 或者说你啊 就比如说我在国内 做自媒体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人呢 就在底下评论呢 攻击和慢卖 那确实有一些人 就是这样的 以前在我在单位 有的同事也是的 他们认为用苹果手机 就是不爱国 对吧 一定要买华为的 马上买完华为呢 里头芯片是美国的 哎 我就 就是这种爱国思想 确实是会有的 会有这种人的 这种爱国思想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问题的 还有这些在海外的 做这种五毛频道的 也特别有市场 我真的感觉 这是不是中国人的 一种悲哀呢 每每看到这些东西 我按理说 我都感觉 这应该是被 被其他人所唾弃的 一个东西 或者是说 这个不值得一看呢 的一种一个东西 真的不理解啊 就像这些人的五毛频道 他们往往是 就这个疫情啊 去嘲笑其他的国家 日本啊 美国啊 其他的这些 欧洲发达国家 还有一个就是说 其他国家的一个政治 台湾的 就是完全的都是这种 恶意的批评 攻击和谩骂 听起来特别的爽 但是特别都有市场 那我也自己分析了一下 是不是中国人呢 都是处于一种 被催眠的状态 是吧 这思想上没有经过这种启蒙 就像鲁迅说的 说这些人呢 你要给他启蒙以后 他发现这个屋子 他没有窗户 也没有门 你说他也出不去 是不是他更难受呢 那还不如搁这个 黑漆漆的屋子里头 就搁这里头玩呢 是吧 他自我催眠 他能好一些 那如果你告诉他 外面的世界多精彩 外面的世界阳光明媚 但是你却在一个 黑漆漆的屋子里 过一生 那他是不是会崩溃呀 那你只能跟他说 外面的世界呢 没有屋里头好 你屋里头黑 黑是好的表现 外头阳光灿烂 风景如画 不好看 是吧 只能让他相信 这个漆黑的屋子 是好的一个环境 而外边的春光明媚呀 阳光明媚呀 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环境 那只有这么洗脑 才能让人的价值观呢 就是扭曲到这种样子 而也让人变得特别的畸形啊 那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 一个因素呢 我想是 因为我看完 胡怡进谈这个爱国 我深刻的体会到了这种 就是鲁迅当时批判的一种声音啊 就批判这些 我有的时候也在想 我是不是也是受 鲁迅文章的一个影响 因为他的文章特别的犀利嘛 他的文章 从某个角度上来讲 具有胡锡进这种 人的一个煽动性啊 但是鲁迅的文章 他是批真边死壁 他是真的是对这种 愚昧的过去的一种 抨击 他抨击的方向 起码是对的 咱无论说他 抨击的尺度 到底是大呀 或者是过大 或者怎么样 用的词汇 我认为只要方向对了 对吧 人类发展的历史的方向对了 那怎么抨击都不为过 哪怕他说出来的话 特别的 怎么说 尖锐 是吧 那可能越尖锐越好 因为更加的能指出 这个问题的所在 但是你看 就胡锡进这种 尖锐 他完全是在一个 错误的方向上 而且越走越远 而且说出来的话呢 完全是都是一种 正常人听起来 他根本不符合逻辑 但是为什么这么有视察 就为什么有人愿意去相信他说的话 而且盲目的去相信 不加分析的去相信 这个是我至今没有搞明白的一个原言 难道中国人都是傻是吗 是吧 我真的不是特别理解 我真的不是特别理解 也是我特别想 真正的 就是 就是真正的 想了解到 中国人目前到底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现状 是吧 虽然我在网上也有看到很多人 就是批评胡锡进的 但是我觉得批评的 他毕竟照这个 就是支持胡锡进的 还是相对是少数 那也有可能是这个媒体的宣传 或者是控制 但是在海外市场 你看大家看一看 不也是这种状态吗 就是有的五毛频道 就是特别特别的火 这个也是我 感觉特别担忧的一个地方 那是不是 他这个 确实就是有这么多的人 脑筋还没有被启蒙 或者是说 不会去自己思考一些问题 只能看到别的国家 处在痛苦当中 才能让自己觉得 自己的黑屋子 才是风景如画 或者是风景秀丽的一个地方 对吧 这个可能 这个可能也真的是 真的是值得深思的一个地方 那咱们回过头来 接着看胡锡进的微博 咱们就是开开心情的聊天 咱也不用说 每天都优国优民的 我发现有很多人 特别愿意关心政治 但是 我前两天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叔叔跟我说过 说天天关心政治干什么 是吧 那超不起那心 所以说我也在想 所以说你天天关心政治 你说超不起那心 确实超不起 但是咱们可以用一种 开心的角度去看 对吧 就比如说你看 胡锡进谈那种政治 咱用一种开心的 咱们开开心心的看它 用一种愉快的 或者是说 在愉快当中 我们挑出来 它的这种 是怎么忽悠人的 你看一看 这些跳梁的小丑 是怎么在中国大陆存在的 这不也是挺有意思的 咱就当看笑话了 是吧 通过这个角度来看 咱们一天 还能轻松愉悦 那么对于那些中国人呢 可能是 只能说 随着历史的车轮的向前进 是吧 那他们终究会被启蒙的 但是 说句实话 我觉得这个车轮 走得也太慢了点 是吧 就基本上是闻神没动 也挺有意思的 那咱们就是 咱们就是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 反正其实我也找不到 解决的办法 其实我真的希望 这个国家能好起来 但是我也找不到 什么好的办法 我们只能说是 通过自身的努力吧 对吧 做好个人的一个 自己的事情吧 来不断的提高 中国人在国际上的一个地位 或者是通过自身的 素养的一个提高 对吧 那假如说 比如说像 昨天有一个 就是那个台湾的 伙伴给我发来的 一个评论嘛 他第三条 说这个飞弹的问题 是吧 我就看 有的人就开始 就是攻击他了 我把那条 就是评论 我删掉了 对吧 我不希望让台湾的伙伴看到这种就是攻击他的一个哑论 我觉得咱们他说的不对吧 咱们可以正常的去跟他沟通 但不要去攻击他 对吧 说那些特别 我认为是不友好的一些话 我就觉得不好 我就把那个杀 因为我希望吧 就是台湾人看到大陆人的一个哑论 不仅仅是那种五毛的一个哑论 而更多的应该是什么呢 一些友好的一个探讨 或者是友好的一个说法 而不是这种特别激进的 或者是说攻击漫漫这些 我认为不应该给台湾人以这种印象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那么回过头来看这个胡玉进 胡玉进的微博呢 今天又特别的逗啊 他说爱国对大多数人来说 其实是幸福的源泉之一 那我想这么说 你在中国你敢说不爱国的话 就是你敢对这个 也不是不爱国 一般通常来讲 爱之身哲之切嘛 一般提点批评的话 其实是爱国的一种表现 但是在中国的当下 你提出批评意见就是不爱国 对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 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在这样一种国度来讲 那你说你怎么说是通过爱国 来找到幸福的一个源泉呢 对吧 国家上升期的爱国者 尤其会因此多一份幸福感 只要是爱都是正面 爱国家可以是天然的归属感 它会增加我们的充实感 减少孤独 它也可以是升华的人文情怀和责任感 甚至是一种信仰 胡锡进把爱国当成一种信仰 我认为是不对的 我觉得人要有一种就是 宇宙观 或者是全世界的一个爱人类的这一种观 对吧 就是这种爱 不要是仅仅局限在你的一个地方 就你生活的一个区域 是吧 别人说一下你这个区域不好了 有什么脏乱差了 就立马就炸毛了 是吧 立马就不行了 就开始抨击了 那我觉得这种是不好 对吧 这种五毛的一个行为 所以说呢 我真的我对胡锡进所说的 爱国能上上一种信仰是不可取的 爱国吧 它就是一个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 对于这片土地的一个喜爱 因为它承载着我们的一个记忆 那就仅此而已了 因为我们应该爱的是谁呢 爱的是全世界 我们应该爱全世界的国家和土地 对吧 这是一种大爱嘛 对吧 那你不要找种狭隘的弄到你自己的一个地区和地方 对吧 这我觉得是比较狭隘的 应该是你的爱应该波及全世界 这才叫大爱 所以说胡锡进呢 他也是一个 你看他后边他说这 他说有一些人呢 都是什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其实胡锡进就是一个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一个典型 你看他为这个当局摇起呐喊呢 说这些言不由容的话 说这些假话 你看他不就是这种嘴俩吗 所以说你说他是爱国吗 他不是爱国 他是爱当局 他是爱这个 他是爱政治 对吧 他爱这个强权 他是这么一种人 他并不爱国 如果真的爱国的话 你应该爱这片土地 进而呢把这种爱发扬广大 发扬到全世界 爱所有世界的同胞 对吧 因为他们都是人嘛 对吧 都是高级动物 所以说呢 咱们都是同类 那无论他是什么英美法 或者是德国人 或者是咱们亚洲人 中国人 还是日本人 朝鲜人 咱们都应该爱 对吧 那朝鲜同胞 那个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是不是应该营救一下 是不是应该 让他的国家 别闭关锁国了 更加的开化一些 我就不相信 朝鲜人民 他不需要高铁吗 那朝鲜人民 他不需要这些娱乐的东西吗 不需要这些现代的东西吗 那你看一看 朝鲜现在 他超市好像 我记得 我以我紧对朝鲜的 一点认知来讲 朝鲜现在就有一家超市 据说是在平壤 一个国家就有一家超市 谁能 剩下都是就是国有啊 都是分配的那种 应该是像计划经济 那你说就这种国家 你怎么生活 而且我看了一个这个去 朝鲜采访的一个记者 说朝鲜就有一家这个卡拉OK 就唱歌的一个地方 就这种娱乐环境 你说这种 那这种国家 我感觉都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 对吧 他没有什么娱乐 也没有说什么其他的人们 比如你想了解点历史 你在朝鲜你能了解吗 你根本了解不了吗 你想了解美国 了解其他国家的风土人情 你根本了解不了 那你在这种闭关自首的一个国家 永远都是井底之王 那你说在这个国家 而且你还说这个国家的人民 特别热爱他 对吧 就热爱这个国家 那可能是这些国家的人民 他不知道外界的世界是什么样 他才能产生这种狭隘的一个想法 对吧 那如果他想到 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把我们国家统治成这种样子 对吧 跟外界完全是不沟通的 外界风景如画 我们的国家呢 漆黑一团 经济也发展不好 教育也发展不好 医疗也不行 各个方面都不好 那为什么 咱们不要向人家先进的国家学习 对吧 当一个好学生 又怎么样呢 日本不就当学生 当的是最好的吗 对吧 世界亚洲最好的学生 对吧 像世界先进文化学习的一个学生 这真是拖鸭入 学的最好 最虚心 要不然日本见谁都鞠躬 对吧 虚心 虚心使人进步嘛 骄傲使人落后 这咱们中国的古训 也日本学去了 那我问一下 胡一进 你虚心吗 对吧 就胡一进之流 你虚心吗 对吧 你面对西方的一个先进的 就是思想啊 还有这种民主啊 制度啊 对吧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 抨击人家 对吧 有的时候真的在想呢 你像咱们国家这个洋务运动啊什么都失败了是吧 我怎么感觉今天又开始这个历史的一个反复呢 有的时候看不到这种希望吧 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呢 特别的悲哀啊 我想跟大家说啊 中国确实今天有了点钱 但是为什么我依然看不到希望 对吧 我依然看不到这些民众的一个觉醒 或者是人民的这种一种自我意识 对于这个国家有一种主人王的一个意识 知道自己是一个纳学人 我依然没有看到这种现象啊 而且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咱们国家啊 就是虽然我们有好房子 有好车呀 或者是有这些外在的一切的物质条件 那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古代呢 是吧 我觉得咱们还 这思想还停留在大清朝呢 咱们的辫子还没有减呢 那为什么还给我一种这样的感受呢 人都是特别的野蛮 对吧 没有一个礼让啊 没有一个就这种社会的契约精神啊 这种这种这种感觉 是吧 我真的真的不是特别理解啊 而且啊 中国特别愿意搞这个地狱歧视啊 什么南北方啊 南方人说我们高雅呀 北方人吃大蒜呢 还特别不理解 吃完怎么地啊 我是北方人就说南方人小气呀 说是特别精明啊 贼鸡贼呀 一点不大气呀 就开始这样攻击了 是吧 也挺没劲的 其实对吧 这只能说是南北方的一种文化的冲突 或者是说在文化上面的一个 互相的 互相地域文化不一样 对吧 咱们不要说上纲上线 把这个事情啊 就发展成就像 就像打这个打嘴架子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思啊 对吧 这个就是这个很好的说明 你看在国内都有这种南北方的一个文化差异 那我们和美国跟西方这些发达国家 同样是有文化上的一个差异的 或者是说文化上有不理解的一个地方 而现在的这种胡锡进之流 对吧 他特别会利用这种文化的这种差异 还有这种思想上的不对的来愚弄老百姓 来愚弄大众 而且大家真的在国内的人 他根本都不知道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 说句实话真的 就是在墙内的人 他根本都不知道外界什么样子 但是呢 在墙内的人翻墙出来的人 还那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长期的处于这种状态 他自己已经开始 自己会给自己洗脑了 以前呢是需要胡锡进洗 现在胡锡进洗完以后 他其实现在已经达到什么状态了 其实不用胡锡进了 就胡锡进走了之后 他自己就给自己洗脑了 就是长期处于这种状态 自己就给自己脑筋就整臭了 是吧 他都不用别人去洗了 他自己就开始洗了 之后再洗自己的孩子 一袋一袋洗下去 是吧 就是就像我以前说的那孩子 打个红旗就下声了 是吧 就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让我特别反感 和恐怖的一个地方 我确实感到恐惧 就这种状态 所以说信仰就是信仰 爱国并不是一个信仰 爱国就是对这片土地的一个怀念 其实就是你长在这里头 我想跟大家说 你看美国的那些就是二代 是吧 移民的二代 他们就认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 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什么华裔 什么 他可能说我跟中国人长得一样 对吧 我是一个华裔 但他并不是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华裔 他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美国人 对吧 他就是我外表 我是一个华裔的面孔 但是我骨子里 我是一个美国人的基因 他就是这么想的 美国人的文化 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国的 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就是我对于美国华裔的一些了解 那些希望海外的小伙伴跟我聊一聊这个方面的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说过这点呢 因为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在二战的时候 日本他不跟美国开仗了吗 日就是在美国的日本这些移民 这个二代当时是受到了一个不公正的待遇 怎么不公正给他们关机中营里头的 这个其实是美国史上的一个耻辱 但这些人呢 就是这些美国的移民来的二代说 不行我要上战场 我要去打日本人 是吧 我要打日本人 我们是美国人 这就是美 就是已经是叫日裔美国人了 是吧 日应该怎么说 这么说 对吧 就是原来是日本人 但是移民过美 移民到美国了 就是日裔的美国人 就这些人 这些日裔的二代就开始 就是要上战场 那最后呢 也没有派到和日本就是他这本民族去对抗 一个是不人道 再一个可能也是不相信 对吧 就是美国的这个军阀 他也有可能不相信 你说自己都是同样都是这个亚洲人 都是这个有日本的人的一个基因和血脉 对吧 长得都一样上去互相打 这一个是不人道 再也有有点不相信 那万一倒戈了可怎么办呢 对吧 所以说这个也挺有意思 但是这这批日本人呢 在这个对待其他的法西斯国家的时候 确实作战非常勇猛 而且获得了很多的一个嘉奖 那大家也可以去查一查 这个历史确实是有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对于美国的这些移民的一个 二代的一个看法 他在二代的时候都能达到这种程度 那咱们更可以可想而知 到今天呢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应该是更加的 就是把自己美国化了 是吧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就因为你在哪个国家 其实你是哪个国家的国籍 你就通常来讲你应该热爱这个国家 但是当这个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爱这个国家 你应该指出它的一个缺陷 但是当这个国家 当你指出它的缺陷的时候 这个国家并不认可你的这个 就是你所指出的缺陷 他也知道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他恶意的封杀你 不让你去说话 那么我认为这个国家就不值得去留恋 对吧 那这个国家就不值得你去爱他 因为你爱他了 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批评他 去爱他了 但是他并不接受你的爱 相反他要打击你 控制你 给你戴口罩 他给你戴嚼子 对吧 他封杀你 他谩骂你 他攻击你 他率领一帮五毛来攻击你 那这个国家和国土有什么值得爱来的 那你应该爱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当你给他提出意见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错了 他会改正 他会纠正 对吧 而不是说特别蛮横的一个态度 来对待提出批评意见的一个人士 对吧 我觉得这是你值得爱的一个国家 那如果像胡一静说爱国就是一种信仰 什么叫信仰 就是盲目的相信 对吧 咱们大家都知道 我给大家拿这个基督教举例吧 对吧 什么叫信仰 信仰就是你要全身型的相信 这个神他是爱你 他是为了人类赎罪 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放到人间 为人类钉在了这个十字架上 但是谁能证明这个耶稣是上帝的孩子 那只能说上帝来证明 那你说上帝 你说让上帝下来证明一下 这个耶稣是他的孩子 那怎么证明 对吧 我也没看到 那把耶稣死的时候 公元三十来年就死了 那我上哪知道去 他没传到几年就死了 对吧 那我只是听他的门徒说 有这么一个人 他的上帝说 当时发话 他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说喜悦 对吧 那这是一种 如果你相信这种宗教是什么呢 无论他 咱们就要相信他过去说的是真的 无论他是 历史是怎么样 哪怕他不能证实 对吧 我也要相信 这是一种宗教 宗教是什么 无论他 就是咱们考证不了他当时的一个对错 咱们既不能 宗教就是你既不能证实 也不能证伪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叫宗教 所以说人要相信这种宗教 它是一种信仰 因为它可以给你一种平安 比如死去的平安 和我们是怎么来的 人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怎么来 不知道走了以后去哪 才有这种恐慌 所以这宗教就是解决你这一块 思想上的一个问题的 那也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 宗教是既不能证实 也不能证伪的一个东西 对吧 咱们就是靠着信心去相信它 是真的 那如果推这个宗教到这个爱国 那爱国也能成为一种信仰吗 无论他做的是什么 我们只要相信他就对了 那我想这么说 如果他是一种信仰 通常来讲 这种信仰是一个神 只有神 上帝才能做所有的决策 才不能出错 那如果你把爱国 爱这个当局 当成一种信仰的话 当局是谁 当局他是人 他不是神 当局就是普普通通的这些人 就是下上去就是人 他不是神 别再老搞那些个人崇拜了 好吗 他就是一个人 他如果是上帝 那他做的所有的决策都是对的 但是他是人 那人他就有自己的七情六欲 是又有自己的私心 那就有做错决定的一个可能性 对吧 伟大领袖毛主席 就是这样一个人 咱们可以看到 他虽然带领我们建立了新中国 但是四九年以后 他发动了多少运动 弄死了多少人 没有人说吗 对吧 没有人了解吗 那依然到今天 死的人都是一个谜 那为什么十年门阁 死的人都是谜的 不知道整死多少 对吧 不知道整死多少 所以说大家都靠彩彻 是吧 就大约是几千万的 也四千万 两千万 还几千万的 就是开彩了 是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东西 所以说你不能信一个人 你也不能信一个什么党派 那些党派都是由人组成的 人是最靠不住的一种动物 这还不明白吗 对吧 好了 那咱们接着说 爱国有不同的 有一个方式和表现 可以是平淡的 甚至是无意识的 爱国怎么能是无意识的呢 也可以是撞回激烈的 但会有一些特殊的时刻 让爱国者或紧或松的 集合到了一起 那往往是国家面临了困难和重大挑战的时候 那些时刻 与祖国的利益站在一起 而不是与外部攻击 沆瀣一气 这是爱国者与非爱国者的最简单的一个分别 我有的时候在说 如果是洋务运动的时候 那洋务运动为啥失败 不也是这种观点吗 就是在什么关键的时刻都跟自己的祖国站在一起 跟大清朝站在一起 最后亡了 对吧 站在一起 那如果就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大家 你说有什么意义啊 对吧 那你站在一起 你得有一个自己的分辨呢 什么叫无意识的 爱国一定要有意识的 因为这个国家可爱我才爱他 那这个国家不可爱我还爱他吗 我脑子有病吗 难道我是傻穴吗 对不对 你也看这个国家可不可爱呀 就像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找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可爱你才会去爱他 但如果这个女朋友天天损你 别损你 天天瞧不起你 你怎么去爱他呀 对不对 那只能说分道扬表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 这完全是就是是非部分嘛 还外部攻击 攻击这个沆险仪器 那外界为什么攻击你 他攻击你的到底有没有道理 对吧 你看看人家为什么攻击你 如果这个攻击 咱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对吧 那你中国 这这么流传悠久的一个传统 那为什么你现在不执行了呢 对吧 有则改之无则加免了 我就说没有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我发现就是外交部那个发言人耿爽说我们国家的互联网是开放的 我不理解啊 我不理解 有人狡辩说我爱国但不爱政府 他说爱国不爱政府 这是一种狡辩 那胡怡进的意思就是爱国就是爱政府 爱政府就是爱国 开始偷荒概念了 是吧 哈哈 不爱政府可以 但这也不是你或明或暗 自觉不自觉帮特朗普什么政府搞乱中国的理由啊 中国从来都是有毛病的想想岳飞爱的那个国家有多差劲吧 对啊 岳飞就是一种盲目的众军爱国嘛 菲特打上这种苦行牌嘛 最后他被害死了 是吧 那当时岳飞生活在那个国度 那岳飞根本这个国家就不值得爱 赶紧移民呢 走啊 还跟他扯啥蛋呢 你说你最后把自己整死了 这个国家不也亡了吗 对不对 那跟你有啥 你说你也改变不了这种历史的潮流 还把一个好人弄死了 那还爱个啥呀 对吧 那我觉得岳飞做的就不对 对吧 它是这种淤种 中国自古以来有忠孝不能两权 那为啥我对这个国家尽忠了 我就非得把我父母冷落到一边了 我就不能孝顺了呢 那为什么这个就家庭和这个爱国 它两个自古以来 为什么就把这两个整成对立的呢 对吧 你为什么不能说我家庭幸福生活美满 并且同时我也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呢 因为家庭生活的一个美满 在家庭以家庭为之称 作为一个后盾 能更好的让你去爱国吗 这是正常的一个逻辑 对吧 咱们都好 因为社会是由谁组成的 是由家庭 是由家庭里的每一个人组成的 对吧 是由一种小家庭的单位一个一个组成的 那如果你连家庭都搞不好的话 你怎么去爱这个社会 对这个祖国呀 因为这个祖国就是由若干个家庭组成的 你自己的家庭都搞不定 你说你能搞定这个国家吗 那显然不正常吗 对吧 这显然 显然不可理解吗 那所以说 为什么这些政治人物都要强调一个 你看我家庭特别的温馨呢 特别的幸福美满呢 家里头没有什么不和谐的声音呢 对吧 那为什么这些人特别注意这种家庭的和谐的氛围 在民主国家 对吧 都特别愿意打这种亲民的一个牌呀 或者是这个 携带家里的老婆 孩子 儿女呀 没事出来跟公众见见面啊 特别亲民呢 哎呀 我家庭特别幸福 不管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跟他妻子 到底是好是坏呀 你看他都会表现出来这一种姿态 那这就是给人民一个心安嘛 就是你看我家里都能照顾的特别好 我更能打理好我 我统治的这个国家 也不算统治了 就是我服务的这个国家 对吧 民主国家叫服务 专制政府呢 才叫那个统治呢 对吧 所以说民主国家叫服务 我所服务的这个国家 这是一个背后的逻辑在里边呢 嗯 还有一个 因为今天的中国呢 也存在问题 你就屁股做到攻击我们的外国政府一边 嗯 还说这是爱国的真正方式 少不少啊 当然不少了 那这才是真正的爱国呀 那如果像胡怡进你说的 你觉得你是爱国吗 我觉得你是祸国呀 玩一个最后胡怡进说 再说了 爱都有些讲不清的地方 爱国也是如此 那我想说了 这胡怡进 那爱有什么讲不清的呢 比如说 谈恋爱 咱们还以这个 最老百姓最能接受的 那我喜欢这个人 就是喜欢他 我爱他就是爱他 我不爱他就是不爱他 这个是一个 你很自然的一个主观感受 有什么说 有什么讲不清呢 对不对 我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那肯定是能讲清的 对吧 这个国家我认为他好 我就是爱他 我认为他不好 我就不爱他 这就是很朴素的一个感觉 那为什么把这种爱 还长得是 就是讲不清的一个东西 有什么讲不清的 很能临得清吗 我在这个国家 我生活的幸福 各方面医疗 就业 保障 什么各个方面 都特别好 人特别的文明 那我就爱他 就这种感受 如果哪个方面都不文明 做的都不好 那我就不爱他 比如贪官太多了 受不了了 对吧 这个国家 这个专制阶级 或者是专制的政府 还有这些官商勾结的人 特别多 那我怎么爱这个国家 我肯定就不爱了 老是什么大老虎贫乏 老是这些贪官无力的出现 这种体制的一个 弊端弊病 老是出现 对吧 李文亮一出来了 说什么 说人传人 是吧 说SARS又来了 之后给训诫了 那老是这种事情发生 那谁能受得了 我怎么去爱 你干我怎么爱 对吧 所以说爱是能说清的 就是你自己的主观的 一个感受 你爱他 你觉得这国家好 我就爱他 觉得他不好 我就不爱他 就是这么简单 可很好说清 你处处都算到 这个小数点 后面几位 还能有爱吗 只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才会拔了算盘 算来算去 而且他们总是 总能给自己不爱国 找到花样翻新的托词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胡一进呢 我想这么说 胡一进如果生活在大清朝 他就是一个太监 对吧 他肯定就是特别热爱大清朝 但最后大清朝也是负面 就是这么一个德行 对吧 所以说呢 我感觉胡一进 就是你看他这个德行 这个样子 他写着这些文章 有哪个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坦白地说 我并不想以这种 说什么太监来评价 胡一进 但他长得确实有点像 我一般从来 我不愿意攻击人的一个外貌 为什么呢 因为我感觉这个都是 就是上帝创造的人类嘛 对吧 人的有外貌 不管他美啊 丑啊 俊啊 是吧 他都是 就是上帝的孩子 都是应该那个 被人所喜爱的 是吧 但是我看到胡一进之后 我看到他的嘴脸 我真的就让我联想到了 就是那种太 就是咱们电视剧当中的那种 太监的一个形象啊 就是特别唯唯说说啊 多多说说那种 一说话呀 就是那种嗓子 就那种感觉的 是吧 男不男女不女的那种 那种声音 所以说我真的感觉 胡一进就是这种人 因此呢 我也特别的 讨厌他真的 我天天做他的节目啊 哎呀 我既感谢他 我也讨厌他 是吧 我感谢他什么呢 给我提供了素材 我讨厌他呢 因为他天天说话 天天说假话 太烦人了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 我这个节目不用做了 就不做胡一进这个 这个东西了 对吧 胡一进在中国没有市场了 我觉得是最好的 这个节目没有了 我可以 我可以做别的 我跟大家聊别的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 胡一进这种人越多 越来越多啊 但是现在我看到了 胡一进这种人 确实越来越多了 他们 其实我说句实话 嗯 他们都知道自己说的是假话 但是他们还依然去说 我不知道他们出于何种目的 他们就是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用这个胡一进所说的 他就是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而且假话可以说十多年 他你家胡一进应该是服务了好友界政府 是吧 他都已经跟环球 环球时报告了十多年了 所以说你看他每一代啊 就是每一代领导人 他都会特别会 这个 舔 是吧 都特别会 服务的都特别好 所以说这就是他的风格 一个特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还在说别人是利己主义者 那你说 攻击他的这种言语 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 那你说利己利到哪儿了 我觉得说他不好的人 都会需要勇气 你在一个国家说实话 说一种不一样的声音 都是一种勇气的时候 那我认为这个国家真的有病 是吧 那好了 那希望大家看过我的视频 能够更好地理解爱国 爱国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你的感受 你的主观感受 你认为这个国家可爱 你就可以爱他 如果你认为这个国家不可爱 那么你就可以说他 批评他 哪怕唾弃他 都是可以的 无所谓的 因为当国家有毛病的时候 你就得说他 就得批评他 如果你不批评他的话 他只能说一条道走到海 大清就是这么亡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我真的希望啊 更多的人能够觉醒 更多的人都能够 有一个自己的 自己的想法 不要被胡怡进带跑骗了 可能有的些 人听我说话 不是特别的俗 就是那些 特别喜欢胡怡进的人 那你们可以想一想 胡怡进说的话 靠得住推敲的吗 经得住推敲吗 对吧 他的逻辑在哪里 你可以自己通过自己 静下心来慢慢地想一想 那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我的视频就做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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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